HELLO,大家好,我是HAPPY,这是我儿子MARIO 今天我们想给大家说一下MARIO的一些学情的设备和一些书 那首先就是最大件的,就是这个钢琴,Kawai 很多小孩刚刚开始学钢琴的时候,包括家长最头疼的就是买钢琴 那国内有很多那种贴牌的钢琴和各种各样的牌子的钢琴,反正特别多 因为像我们就是父母这一代学钢琴的不多,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钢琴的各大类的牌子不是特别的了解 对吧,我们也是,我呢,那个research了很多,大概research了半年左右才是学了这台钢琴 是吧,我们每天都在看youtube,看哪一台当镜好,然后到那个center去试一下,对吧? OK,那最终呢,我们选了这一台呢,叫Kawaii K300J J means Japan,是Kawaii made in Japan 因为呢,Kawaii还有made in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和... 嗯,and come from what? and China yeah,and China 那中国呢,也是有做Kawaii 就是在这台那个钢琴比较的时候呢,最多的呢,大家还是比较那台YAMAHA的那台U1吧 应该大家都知道那台琴 那那台琴呢,就是说我也蛮看重的 但是,因为在澳洲YAMAHA这台琴有点贵 所以说我们就没有买,因为相差的还蛮多,大概2000刀左右 嗯,那这台Kawaii K300呢,都是日本原厂的,日本原厂大概这台在国内的价格呢,大概现在应该在六七万左右吧 我不是特别清楚啊,但是在澳洲的话,可能就会便宜还蛮多的 那具体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啊,它那个价格怎么会差那么多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翻一下关我,好吧 这台钢琴呢,就是说一般对于入门的琴头呢,都够了 声音呢,比较柔和 但是呢,也不是说它不清脆啊 但比起YAMAHA的话,可能大家一直会听到YAMAHA的情景会比较清脆一些啊 然后看万一跟柔和一些啊,这就因人而异,就看你喜欢哪一个 好吧,当然了,还要看大家啊,口袋里边签语多事 就让那个Mario稍微弹一首,然后给大家大概听一下,好吧 好,Mario弹一下,随便弹一首 分解 B B B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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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